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别于用数码相机 拍完不满意 拍多几张都可以 拍菲林相片 一张就是一张 所以拍之前的准备 绝对不可以抹股 66岁的林国成 小时候曾经在这间影楼拍照 自此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劫园一生 小孩子在拍过照 那张黑白照 还这么耐心 看完照片就好像回到年代 被那张照片吸引住 停留在空间 中五毕业后 林国成来到这里做学徒 到96年老板移民 将这里平租给他接手经营 老板都知道是数码世界 他说没有孩子 他说有孩子 急留勇退路 其实就是自己想着有他的客 就算没有 起码有一半或者三成 俗意说 冷船都有三分钉 由拍照 曬照到收拾照 全部都是人手操作 每一张照片都是手艺 但随着摄影技术数码化 愿意花时间来这里拍照的人 都越来越少 有时坐足整天 都只有一两个客人 其实这盆手艺已经属于殖阳 现在市场都是电子 电脑 年轻人都是追着手机 照片是不需要曬出来的 十个九个都去了做保安 或者转了行 这里只剩下我一个在等待 等于电车 地铁 当然每个都乘搭地铁 不过好东西总有识货之人 试过拍个数码照 但觉得效果还是差一点 那些快去做了你生意 就走得了 这个真是细心跟你拍一张漂亮的照 虽然生意不好 但林国盛都坚持下去 希望可以给客人多一个选择 可惜一格格的菲林 留得住影画 留不住这间店 他说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他在加拿大有病过身 他就三姐妹上来说要收回这里 即是没有人性说的 下距离你走 他就不要去找我 即是炒我的粤鱼 经过周旋 雙方协议 在未来的農曆大年初三 交回铺位 有时候也说 自己96年到现在 2016年 都做了20年 有时候也要感恩 你自己说 做人不要太过不知足 很可惜 希望租到地方 我會繼續光顧 傳統的影樓已經賣少見少 雖然懂得欣賞的客人也不多 不過林老闆也希望 可以在附近找到合適的舖位 將善美景室繼續經營下去 東網電視記者 陳偉珊報讀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